具有木雕艺术创作的港口部落青年 各个基金会神专注的雕刻 部落的聚会手老旧有些地方已经损坏落水 原本衬托文化特色的板雕画也腐坏 为了重现聚会手原来的文化面貌 部落特别邀在地的青年 将共同雕出部落八大青年阶级 及部落五大氏族的精神特征板雕画 展现部落重要的文化 八个柱两个八角亭 呈现了一个八大街起的图面 呈现了一个八大街起的动作 或是说我们安国慢慢的把 把柄里面的图面捏成了 那这些图面也就是修缠的部分 都会呈现你撩 因为有一些落水的地方 还有这个活动东西这个面 我们希望就是呈现就是有五大氏族的部分 港口是阿美族部落 非常具传统性 年龄阶级非常完整 六位青年创作的八大青年阶级 分别是玛玛乃家爸青年之父 吉菲拉仔分配族 玛拉加州外遥望族 吉路米阿代白天族 米阿阿外废教族 巴拉拉奈开路族 米拉断爱木头族 米阿发代公差族 参与本次创作的港口部落青年 由玛玛乃家爸带领共同创作 他们都具有相当木雕艺术创作的经历 其中刚入围青年 第二十五届流行音乐军曲奖 最佳原著名与专辑 其最佳原著名与歌手奖 本身也具有木雕创作能力的 阿鲁加利丁 沙迪布安也参与这次的创作 就是我们在部落里面就是 我们也是常常一起去 米阿米木雕去海边前木头 然后我很喜欢像一个环境地理 因为这是部落的东西嘛 我们要呈现的是部落年龄阶级的文化 这个很重要 一定不能随便乱做 可能这些东西会留到 留到一百年后也不一定 部落6月7年的创作 其会所整修 预计在今年的丰林季全完成 接着法沃尔花脸丰冰采访报导